大家好,今天我做了一锅洗饼 放松轩,口感像面包一样 凉了以后也不会发硬 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里打入三个鸡蛋 净重约160克 加入50克的花生油 30克白糖 3克高浮性酵母粉 将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搅至酵母和白糖完全融化 根据面粉干湿度 加入330-350克面粉 搅成絮状 搅至没有干粉 下手揉成团 揉成这样光滑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好醒发至两倍大 面团已经发好了 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 一面是这样的蜂窝网状 把它移到面垫上揉搓排气 揉成醒发前的状态 搓成长条 变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再把所有面积揉圆揉光滑 揉好的面积要用保鲜膜盖好 防止风干 全部揉好后 按照揉面顺序 依次擀成小圆饼 像这样的厚度即可 盖好二次醒发 醒发到明显变厚 拿起来感觉清飘飘的就可以了 一面称不用放油 锅里微热放入饼皮 倒至底部定型上色 翻个面 烙的过程中勤转动 这样上色更加均匀 这个饼比较厚 而且加了白糖 上色非常快 所以在烙的时候 要勤翻面 中小火慢烙 像这样按压 能立刻弹起来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喜饼 就制作完成了 口感细腻香甜 蓬松轩软 做法没有任何难度 这个饼放凉之后 也特别好吃 平时出去游玩 或坐长途火车 都可以带着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